这一天时间里面接受了大量的来自海外客户的这些巡盘 了解我们展出的这些产品 这个广交会真是一个可以广交天下的这么一个社会 今天早上过来大概两公里堵了将近一个小时 还自己走了两公里 所以这一块的话可以感受到就是 我们的客户对中国产品的期待 还有对中国企业的一个期待 4月15日第133届广交会开幕 并全面恢复线下展迎来全球各地采购商 释放了中国进一步扩大开放的积极信号 记者在现场看到 当天上午广交会展馆外早已排起场队 展馆内人潮汹涌 来自不同国家各种肤色的境外采购商 带着热情和需求来到这里 与参展商深入了解产品 洽谈合作 现场气氛热烈 一智能擦窗机器人吸引不少采购商关注 采购商奥塔维奥 咨询是否有更小尺寸的擦窗机器人 设计出来的功率会很小 那么也就是说有效倾机能力就会大不大 所以这尺寸的价格是更高 所以这尺寸的价格是更高 好,我现在有你的车 对,谢谢 谢谢 为什么我来到这里? 对 因为我希望看到未来 未来? 未来,未来的未来很好的产品 非常有趣的公司 每年都在开放 所以我来到这里 据了解 本届广交会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届广交会 展览面积和参展企业数量均创历史新高 其中展览总面积增至150万平方米 线下展企业近3.5万家 此外 本届广交会新设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 运营同用品三个新展区 其中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专区最为吸引眼球 广东一科技企业的无人驾驶小巴 吸引不少境外采购商咨询和拍照 观众的热情非常的高 然后呢我们也是接待了数十批的 不同国家的客商的问询 就第一个是我们的技术亮点 第二个呢是它的应用场景 第三个的话就是可能是价格 比如说买一台大概要多少钱 经过第一天跟我们所有来咨询的客商的交流 我们判断就是此次经过广交会 我们有机会在数个一带一路的国家 在今年去做我们的试点和落地 在家用电器馆内 多家中国龙头企业 展示多个产品线主攻海外市场的新品 展现了中国制造的竞争新优势 这次我们广交会呢 这次展出了很多新的新品 那么我们这次所带来的这个 从光伏发电到储能 到热泵技术应用在整个的家用电器上面 整个的一套在有这个APP管控的情况下 我们实现了一个新能源的一套解决方案 那新能源加电一起的这套解决方案呢 目前就是欧洲市场非常需要的 所以我们适时地推出这个产品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目前在市场上 已经拿到了很多订单 据悉 本届广交会从4月15日至5月5日分三期举办 第一期为4月15日至19日 开幕当天入场超35万人次 开幕当天入场超35万人次